大家好,我是Stan 12月25号圣诞节 在韩国发生了非常悲伤的事情 25号凌晨 在首尔的一栋公寓发生了火灾 造成两名30多岁男性 30人受伤 而其中一名是一位 有2岁和7个月大女儿的父亲 因为火势变得猛烈 他从4楼的住家抱着7个月大的女儿跳下去 不幸头部受了重伤 根据消防部门表示 这场火灾是当天凌晨4点57分左右 在首尔23层高的公寓三楼 一对70多岁夫妇的小房间引起的 当时正在附近清雪的公寓保安金某 听到了砰的爆炸声 汗窗活红楼碎裂的声音 以及微弱的招火了的求救声后 金某就跑到了现场 到达现场金某抬头一看 看到挂在阳台外的70多岁夫妇 他为了救他们 拉来了装有纸张的两个回收大袋 将他们叠在公寓前 随后金某大喊 爷爷跳下来后 70多岁的丈夫手前跳进了袋子里 之后妻子也安全地跳了下来 这对老夫妇并没有受重伤 而悲剧发生在火灾现场上面楼层的 30多岁夫妇家庭 在70多岁夫妇跳下去后不久 4楼的30多岁夫妇向金某大喊 拜托请接住孩子 保安金某在袋子上张开双手 安全接住了两岁的女儿 在金某把女儿移开后 33岁的妻子郑某 也用毯子包住自己后 跳到了袋子上 但当金某扶起郑某时 突然听到了砰的声音 32岁的丈夫抱着七个月大的女儿 跳了下来 然而因为忙着抱孩子 无法保护自己的爸爸 头部受到了重伤 被抱在毯子里的七个月大的女儿 从爸爸的怀中滚出来时 金某立刻抱起了孩子 金某表示 孩子没有哭 只是凝视着我 如果丈夫等到妻子从袋子出来 她可能就能活下来 但因为火焰和烟雾正迅速向四楼蔓延 她为了救孩子就这样跳了下来 消防队在接到最初报告后五分钟 也就是凌晨5点2分左右 就抵达了现场 但那时这一家四口人已经跳了下来 119救护队将妈妈和两个女儿 以及三楼的老夫妇送往音乐 并对爸爸实施了心扉复苏书 但是爸爸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其他被送往医院的家人都没有生命威胁 然后当天在公寓11楼楼梯处 发现了另一名30多岁的男性 根据警方和家属 这位男性在协助其他家人逃离后 在最后撤离时 因吸入浓烟而窒息身亡了 因为我家也在四楼 我今年32岁 我孩子才7个月 所以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太伤心了 从这高度跳下来 即使受到重伤也不至于死亡 但婴儿太小了 她应该是紧紧抱住孩子 承受了所有的冲击 而且谁知道地面上是什么结构 可能是花园或突出的部分 在那黑暗的夜晚 那小小的孩子们太悲伤了 希望她的妻子能坚强地度过这一切 因为是7个月大的婴儿 无法直接放下让人接住 所以只能抱着孩子跳下去 太让人心痛了 大人可以憋住呼吸 但婴儿做不到 可能是担心孩子吸入浓烟 所以选择尽快跳下去 真的是令人心痛的事故 或许不至于死亡 但她可能是将自己的身体 当作缓冲来保护孩子 父爱母爱就是这样吧 如果是有意识的逃生 一般会自动保护自己的要害部位 但婴儿只想保护孩子 所以爸爸承受了所有冲击 让7个月大的孩子安全无视 事实上在那种情况下 孩子应该会被弹飞出去才对 但孩子一点也没有受伤 可以想象爸爸是怎样 紧紧抱着孩子跳下去的 7个月大的婴儿甚至没有哭泣 只剩凝视着 可以看出爸爸是如何用权力来保护她的 这真是太悲惨 太令人痛心了 锦香试着质疑深切的爱道 那位保安也在短时间内 尽力发挥智慧 尽他所挪 他可能会有很大的心理后遗症 想到孩子们长大后 听到这个故事 每年圣诞节都会感到更加悲伤 就真的让人心痛 希望爸爸在天上守护着孩子们